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的车款完全一样 那我们乘搭哪个? 好奇吧 乘搭哪个? 乘搭哪个? 因为刚刚开车是热线 热线 所以就上车了 没所谓 试试吧 乘搭吧 鹿车 按钟 刚才巴士突然在路边停停 就立刻开车走了 现在我们就赶车下车了 接着来到一个不知什么地方 才停不下 其实那巴士很转 这是一个排楼的 有些福字 不知是石灵马 不要读了 读错的字随时会惹来大祸 不要读错了 不读错了 不知是什么字 这些是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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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前来过的 应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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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照片也有 是 是 是 这些是 这些是 旧区 以前 几十年前来 吉隆坡就是在 这区里玩 只有这区是 有景点 现在我们去那边 就是住那边 全部都是新的地方 新区 可以说 这区 以前来吉隆坡一般 是住在唐人街 唐人街 应该在前面 唐人街那边 接着是走过来玩 很近的 走过来玩 这些是梅教堂 很多东西 郭巴河 那些 巴生河 以前吉隆坡很小 一天左右 就全都玩了 吉隆坡 要小心 陆公仔去 不会让你走 这些车照着走 现在就看过去 那边 等着绿灯 都别停下来 停下来才能过 别乱来 这些车照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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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怕撞车 就是这些车照着走 这些车照着走 不停下来 再看看重灯 刚才拍不到 这些车照着走 这些车照着走 所以走到行动 可以靠着走 是屋子的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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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車是趙國來的 有個瀑布雨 很大的瀑布雨的地方 又不知... 什麼 有個小東西 驚 Di-tick Cancin clock 哦,這樣的 不知道什麼意思 Race for 10 seconds Until water stop before enter 嘩,但 enter 之後他下雨 Yay 不 Water Curchin Operating Hour 9點到12點 這是時段 Obe stand near to water curtain and wait for Kasegat Until water stop before enter 哦 嘗嘗 但現在沒有了 現在已經失敗了 不可以 走一圈看看 沒有了 不是 都沒有了 在水田瀑布對面 有一座 很富有英國特色的建築物 這個是城市劇院 是用作音樂劇院使用的 不過 好像說 現在還是關閉中 很多人 也被隨意 約 無界 沒惡 發文 無界 每當都沒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景点重游 但当年是很主要的景点之一 现在好像没有开放了 现在把重点移到新区那边 即是我们住的那边 现在在郭文伯河 河麦河 又建了一条拱形的桥 太好了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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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脚下的是 鹅墨桥公北河 你远见到有一个家户处 左边的是巴生河 而我们这一条就是 鹅墨河 公北河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 当年一帮中国抗工 又来到这个地方 在这里登岸 他们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名称 但是看到周围的一片零零 又叫做一片零零的地方 而一片零零的地方 马亚西亚画就叫做 库拉鲁巴 所以从此之后 这个地方就叫做库拉鲁巴 现在建了这条桥之后 飘望 谷巴河和巴生河的交汇处 就方便很多了 当年要是来远看 幻想的交汇处 现在就可便很多了 库拉鲁巴河和巴生河 听说两条河的颜色是不同的 你看不看呢 下幅地图 这条河 这个叫做 俄墨桥 谷巴河 这个就叫巴生河 其实巴生河我英文不懂得读 巴生应该是 Glang River 对吧 巴生 Glang River 这里是一个教会处 就是当年中国抗工 在这里登陆的地方 他就把这地方叫做 库拉鲁巴河 意思就是 一片来定的地方 在这里登陆的 从此就展开了这段历史 华尔西亚就把 一个 含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叫做 River of Life 都挺好的 挺贴切的 以前 纯学的地方 现在 变得很商业化 到处都是餐厅 买东西 麦当劳 什么都有 有点感慨 真的 这里是很清净 很好玩 现在 很吵枣 咦 Alex 合影了一条河 怎么会出烟 要清净呢 秘境 是不是制造一些神秘 还是 出烟的 没有火山 大家听 有很多 大家听 大家听 中国染厂 现在 河就是这样 烟更大 不过这些水是七彩的 制造了一些秘境 它的味道也是烟的 但是没有味道 其实在这个角度看,沾起胡椒糖更好 好像有点烟味 这边是巴生河 它制造了一个River of Life 是吗? 那些烟是在那些洞里噴出的 是的 可以说过这段历史 这里是库拉鲁巴的由来的地方 所以现在叫做River of Life 哇! Live这么梦领 看看这个交汇处 其实巴生河和荷蜜河 两条河的颜色是不同的 一条是刺激一点的 不过现在看不到 现在噴了一些烟 很多年连可能会看到的 现在看不到的 哇!整条河都是烟来的 哦!原来是人工化的 是的! 我们在日本也见过 这些 但是日本那些是温泉来的 不是! 不是温泉 公寓也试过 很诡异的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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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巴生河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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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角度看,知名胡靠纸就更清楚了 我已经写了 我已经写了 现在写了Early Landing Point 可以介绍 这些个人打卡的历史 刚才说了 是早期中国人登陆的地方 是抗高登陆的地方 Early Landing,那里有个全眼 不是全眼,那里有个全眼 那里有个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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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巴生河和俄默河的交汇处 近海边这条就是巴生河 远的那条就是俄默河 这儿就是当年中国抗工登陆的地方 他们不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就是大家看到附近一带 雪雪的雷陵 就将它叫做雷陵的地方 而雷陵的地方 所以从此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做雷陵的地方 现在岸边就树立了雷陵的地方 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历史 那里面有些楼梯 看到大厦呢 外面有一些楼梯的 对,楼梯吧 对,楼梯吧 有点像西亚哥那些楼 西亚哥那些楼梯 西亚哥那些楼梯 外面有一些楼梯的楼梯 它是自然有植物的大厦 博迪博物馆 后面一座好像是静谷大楼 我们当年在这阵大厦里 好像是十二楼 吃过午餐 原来我对面 就是 吉隆坡的Gallery 不过以前好像叫个名字 不知道什么名字 忘记了 现在好像叫了Gallery 它没有什么特别 是有些访客的中心 还有门口有一个 I love KL 穿红色的大楼 这是维多利亚运船 这是维多利亚运船 是位于独立广场 在1957年,華爾西亞旗在這裏取代了各國旗 所以這裏又叫獨立廣場 這裏是最傳統的旅遊景點 很多歷史的建築物 有多文革,華爾西亞旗